我非常明確同時負責任的告訴各位 有其他的受害者 而且情節輕重不一 有人遇到的狀況跟我完全一樣 有人遇到的是言語跟肢體上的騷擾 但是我不是他們 而且我要保護他們 直到他們願意自己出來講的時候 我可以陪著他們 但是這一切在接下來進入司法程序之後 如果檢調機關認為有必要 我會在確定保全他們各自的情況之下 逐一如實的向司法機關揭露 我竟然又聽到初學狠跑去告發自己這麼可笑的事情 這又再一次的證明他真的是毫無悔改之心 我很天真的以為在這幾天 他起碼可能會試著透過我們共同的朋友 試圖表達他的歉意或者想要彌補的意思 但是非常遺憾 我再一次得到他的訊息 是這種毫無悔憶可言的去告發自己 說起來也不算告發自己啊 他用避重重慶 所有法律界的朋友應該都看得出來 他用的字眼非常的謹慎 小心在接歌 表面上好像想要這個 對過去犯下的錯誤表達什麼回憶 但其實沒有 當天發生的事情 我已經都如一的寫在臉書裡面 所以之後就是稍後 細節我不會再贅述 因為我不願意再回想 然後坦白說那個書寫簽字文對我來說已經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我相信他的做法任何有法律知識的人都會覺得非常荒唐 朱雪橫今天早上的行為只是再一次的向大家證明他毫無悔改之意 如果他覺得他自己做錯那麼他早在還可以有法律效力的時候就會去自首 而不是在現在動用 司法資源浪費司法資源來博取媒體的眼光想要營造一個悔改的形象 但如果他真心覺得自己做錯了 應該要付出司法責任的話 他早就在幾個月前應該要去向司法機關自首 而不是在今天玩出這一齣司法大戲 我非常明確同時負責任的告訴各位 有其他的受害者 而且情節輕重不一 有人遇到的狀況跟我完全一樣 有人遇到的是言語跟肢體上的騷擾 但是我不是他們 而且我要保護他們 直到他們願意自己出來講的時候 我可以陪著他們 但是這一切在接下來進入司法程序之後 如果檢調機關認為有必要 我會在確定保全他們各自的情況之下 逐一如實的向司法機關揭露 我在第一天發文的時候就很明確的跟大家說 我覺得身為議員還是有一定的社會責任 我希望我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不是被害人 我是一個要奮鬥的人 我要為我自己的權益 還有為更多想要發聲 而還不敢或還沒有發聲的人發聲 這是我最一開始發文的初衷 也是我不變的 現在也不變的想法 於是過去的這三天裡面 我如期的去完成了我在地方上的活動 因為我以為我已經比較平靜的時候 我竟然又聽到初學狠跑去告發自己這麼可笑的事情 這又再一次的證明他真的是毫無悔改之心 我很天真的以為在這幾天他起碼可能會試著透過我們共同的朋友 試圖表達他的歉意或者想要彌補的意思 但是非常遺憾 我再一次得到他的訊息是這種毫無悔憶可言的去告發自己 說起來也不算告發自己啊 他用避重救青所有法律界的朋友應該都看得出來 他用的字眼非常的謹慎 小心在切割 表面上好像想要這個對過去犯下的錯誤表達什麼回憶 他早就已經用更具體的方法跟我表達歉意 而不是浪費資源來演這一齣司法大戲 陸陸續續有傳訊息 辦公室也有收到一些華欄 所有的關心不分黨派我都真心表示感謝 請大家不要再做其他的無謂的政黨的 或者是其他政治上的聯想 我認為那個都是一種傷害 我坦白跟各位說 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巧合 我自從去年事情發生之後 我當然是完全不可能再看他的直播 所以我心裡完全對他幾點直播是沒有印象的 這件事情我從禮拜一最後一次跟他同台之後 我回家反反覆覆練習想要寫下來 但是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這篇文章我寫了又改改了又修 從星期一一路寫到星期四 我發出的時間點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就是我寫完的那一秒而已 他事後的作為其實都是公開的 所以大家應該都可以從新聞上面 或從一些網路片段去回溯 我就不多說 但是其中一個大家不知道 又或者略有耳聞的事情 是我很吃驚的是在事情發生 他貌似有悔意的寫了切解書之後 他竟然找了一位陳文宇律師 打電話給我的律師 說想要關心這件事情 查了之後細思甚空 因為他只是避重就輕的用朱雪恆朋友的身份 來關心這件事情 請了一個這樣子充滿爭議的律師來關心我 說想到這件事情我還是腦子一片空白 我想不出來怎麼形容這個人 我不願意也不應該把這件事情 跟任何的政治扯上邊 我覺得該談什麼就談什麼 那任何人犯的錯 就是為他犯的錯負責 其他的我都不會多傷 字幕提供